女性性功能是非常地复杂的 目前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指她的情欲 第二类是性兴奋 第三类是高潮 第四类是疼痛 那影响的因素呢非常多 那一般认为是女生的 比较容易注意这个夫妻之间的情感 或者是这个亲密的关系 那当然假如她有糖尿病 高血压 忧郁 也等着会影响女性的性功能障碍 我们发现到男生的性功能跟女性呢 是有陷阱上的关系的 大概是中度的关联 那假如男生发生勃起功能障碍 同时女生也容易得到女性性功能障碍 我们当然临床上把勃起硬度分成四类 不要轻忽了轻度障碍 你以为没有什么 可是事实上我们临床上发现 轻度障碍他身体的问题还是非常地多 并不亚于重度的障碍 所以我们呼吁听众朋友教 你有轻度的障碍也应该要就医的 尽早去就医 因为提到勃起功能障碍 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早期指标 你越早对这心血管做治疗 或是做控制的话 对于你未来发展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降低 对于你未来发展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于你未来发展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于你未来发展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